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招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 《反民主》 作者是Jason Brannan 原来是英文所写成的 Against Democracy 书名标题 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直接 这就是一本 宣扬反对民主思想的书 中文翻译本 刚刚由联金出版公司出版 在选举季 告辞的复杂的心情 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 Jason Brannan 他本来就是在美国的阅读的市场上面 他刻意要挑起这样的争议 这个争议就是 从最根本上面 我们重新评估 民主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吗 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批判 跟基本的一个反省 是看到或者是挑出 我们也都必须要不得不承认的 在民主运作上面的一些 荒唐的现象 例如说 有很多人当他去投票的时候 他对于究竟这一票 要决定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是如果是选人 究竟这个候选人是谁 他对这个候选人的主张 更进一步的 我们经常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不是经常都在讲吗 选举可不可以不要口水 要有政策 但是有多少人关心政策呢 有多少人在投票的时候 是认为他所投的这一票 是支持或者反对 什么样的政策立场吗 所以布莱伦 他的核心的论子就是 民主制度如果要用 原来的设计的这种方式 能够运作 就需要每一个投票者 都具备于关于选举争议的 一些足够的知识 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真正会影响到人民生活 例如说如何收税 税制应该如何设计 应该如何的执行 例如说劳动条件 像我们一直不断的 碰到的大的争议 例如说这个周休二日 例如说这个一历一休 这里面都牵涉到工时的问题 牵涉到劳动条件 牵涉到基本工资 还有在台湾 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像当时在讨论二代健保 我们的健康保险 我们医疗保险 以及医疗保险 如何规范医疗产业 这是保障 或者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 基本的健康跟生命的 还有像跟国家前途有关的 这些重大的议案 像在台湾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 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 用什么样方式来决定 对待大陆 包括大陆的观光客 然后到台湾 像最近这么重要的一个大的争议 如果有台湾人民 在大陆领取居民证 那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态度来对待 更重要的 或者是更关键的 在台湾也是巨大的影响 巨大的争议 像我们的能源政策 究竟应该怎么办 我们要用核能吗 如果我们不用核能的话 我们的电 我们的能源 要用什么方式进行调整 这些这么复杂的问题 都跟选举有关 或者它最根本的 在民主制度上面 都要由选举来做决定 可是去投票的人 他怎么可能对这些议题 有所了解 有所掌握呢 所以Brennan的看法是 民主就不应该让劝缺知识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这些人 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前途 那于是呢 在民主制度当中的 那个票票等值的平等 对于Brennan来说 他完全违背了 我们人的天生智慧 天生的能力 还有后天的教育知识 这些所产生的 巨大差距的根本的事实 如果你是硬是要用这种方式 落实票票等值的话 只能够让原本可以替社会 做出更好 更正确决定的这些少数人 让他们丧失了投票的意愿 结果呢 就变成了知识精英 跟无知的庶民 这两边呢 都是双输的一种局面 所以这另外一个 在这本书里面 本来很重要的 同时呢 是刻意的 用非常尖锐辛辣的语言 他分析像美国这样的一个 长期执行民主制度的社会 到后来呢 只剩下了三种人 三种人呢 第一种人是 他们根本完全不在乎公共事务 他们只在意自己的生活 他们想的都是自己的生活 怎么样过得好 然后呢 他们关心他们眼界 所会看到的是 我今天要吃什么 我明天我要到哪里去旅行 我可以追求我自己的 什么样的小确幸 他们这种人 比喻成为叫哈比人 另外呢 还有第二种人 第二种人呢 是对于政治 非常的狂热 但是 他们对于政治狂热 他们参与政治的方式 是像是球迷一样 意思是说 对他们来讲 关键的是 有他们自己支持的球队 他们的 个人的意识形态的好物 就当作是这个整个世界的 成败的得失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想要看到的 不是在公共事务上面的 理性的讨论 他们是 例如说 我相信台湾要独立 所以任何阻止台湾独立的 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坏的 任何不跟我一样 赞成台湾独立的人 通通都是坏蛋 或者是倒过来 我认为台湾就是应该是 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任何人只要你认为台湾跟中国要分开来 你就是坏蛋 这是完全党派式的 或者是完全像是球迷一般 非理性盲目的支持 个别的意识形态的议题的这种人 可是这种人正因为这样 他们是最热情的 所以他们最积极的参与各种不同的政党的活动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社运 所以在书里面 布兰恩就把这一群人称之为叫做 政治流氓或者是政治的那种盲动者 这是第二种人 第三种人是真正的关心 而且用分析的理性的态度 一直不断的吸收跟公共事务相关的讯息跟知识 然后尊重证据福音理性 善于倾听跟沟通 在书里面 Brennan把它称之为叫做瓦肯仁 所以他要提出来 或他要指出的就是 民主制度 它背后的理论 这是来自于政治哲学家 而且来自于西方非常非常长远的 哲学思考跟政治思考的传统 这种民主理论呢 理论上面就假设了 民主是由Valken从这种瓦肯仁 作为公民所组成的 可是根据Brennan的诊断 或者是根据我们也都知道的 普遍的印象 绝大部分的美国人 例如说我们看投票率就知道 美国的投票率长期非常非常低 为什么呢 因为哈比人不用去投票 哈比人对投票没有任何的兴趣 所以很大一部分是哈比人 那些会去投票的人呢 又大部分是呼了梗 所以呢 真正的瓦肯仁是凤毛麟角 那这些瓦肯仁呢 有一部分 他们又根本不会去投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瓦肯仁 对他们来说 这个从理性 从这样的一种客观的分析去看到 他们很容易就产生了 对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的无力感 他们知道自己的选票 因为跟所有的瓦肯仁 跟所有的哈比人 都票票等值的情况底下 他投票是没有意义的 改变不了任何的事情 只会让他自己更加的无奈 只会让他自己更加的无力 所以久而久之 所有的这些瓦肯仁 绝大部分 他们根本就提不出那样的热情 来参与政治 所以他们是跟Hooligan Political Hooligan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Political Hooligan 那么样热情 他们占据整个政治的领域 政治的舞台 为什么 正因为他们不客观 他们不理性 他们无知 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党派 或者自己主张 就一定是对的 稍微理性一点 你能够看到 On the one hand But on the other hand 你可以看到 公平的看到 这一边的道理 跟那边的道理 然后试图去 做出一个 折中平衡的方案的 这种人 一来是 他们的话 没有人愿意听 他们的话 别人都听不懂 二来 他们也自己看到 这个庞大的热情的势力 用这种方式席卷政治 他们不觉得自己 有办法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政治环境里面 发挥任何的影响力 所以瓦克人 是最了解政治的一群人 甚至他应该 回来说 他们是原来 在民主的理论上面 应该要作为 这个公民的主流 应该要作为 这个社会的主人的人 但是 他们却跟这个社会 越来越疏离 所以用这种方式 Jason Blanett 一方面呢 他提出了一个 病理的 病征的描述 这个病征的描述是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民主根本已经彻底偏离了 原来理论所预设的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哈比人本来不是民主制度的系统的预设 但是现在他们跟 呼了个 他们变成了主体跟主流 所以 从这里 他也就提出了 他自己的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那我们应该要回到 原来民主的这个理论上 然后呢 所以我们应该要 把今天的民主的现实的制度 改变成为 叫知识经营制 什么是知识经营制 知识经营制 也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要去检验 一个选民 当他要行使他的公共权利 当他投票的时候 他是不是拥有这样的知识 跟这样的能力 知识越高的人 在公共事务的理解 跟判断能力越大的人 我们就应该要给予他们 越高的权利 而他认为 这并不是真正推翻民主 或者是彻底违背了 民主原来的原则 因为我们的代议制 也是给予少数的一些人 更大的权利 所以现在应该要做的是 怎么样让 不一样的制度 可以把这些知识经营 给挑选出来 然后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利 这是他反民主 反对现有的民主 所提出来的 下一步的改革的主张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 反民主 大家好 我是梁文英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 1134 让我天天都相信 天天有心听 让我天天想的念的都是你 让我不知不觉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 就在台北radio 听见台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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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谈述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他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 Jason Brennan的 Against Democracy 中文翻译是反民主 由联金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这本新书 这本新书呢 就是真的在讲 民主是一个过去我们长期依赖 一直到现在 建立成为全世界基本典范的一个政治制度 可是这个政治制度 在21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当下的情况 他非常明显快要运作不下去了 Jason Brennan认为 比如说2016年 当他出这本书的时候 同时发生了 英国脱合公投 已经美国选出了Donald Trump 作为总统的事件 这都清楚地显现出来 民主这个时候 正快速地落入在 一些对于知识跟资讯 缺乏真正的掌握 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 完全是错误的想象的人的手里面 这些错误想象的人 包括在脱合公投里面 他们误认为 英国参与欧盟 事实上是欧盟得利 而英国只是在这里面 一方面承担了大量的 来自于欧盟其他地方的移民 另外一方面 给予欧盟其他国家大批补贴 但这些根本都不是事实 这些事实对于希望 扣欧赞成票的英国的公民 没有意义 根本就不要讲说 美国选出了Donald Trump 这样的一个总统 这个总统他说的许许多多的话 包括他推特上面的发言 以下公开的演说了这些 讲了太多太多 都是立刻在这个fact checking 这么简单的一个步骤里面 就可以发现他说的不是实话 但是没有用 就是他说的再多的 不是事实的内容 再怎么样被各种不同的媒体 各种不同的管道指出 这是谎言 这不是事实 但是无法阻挡 那有一大群 完全不在意事实的人 变成了他的选民的基础 把票投给他 应该让他变成美国的总统 所以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 非常明显的出现了病诊的时候 Brennan 他就用反民主这本书 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诊断 告诉我们说 民主现在完蛋了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民主千仓百孔 而且这是一场病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样的民主 如果你还是盲目的相信 你还是盲目的支持的话 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对的选择 这样的一个讯息 像在这个季节 当台湾我们大家也正在进行选举的时候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 格外令我们不安 但又不能不面对 因为民主的争议 在台湾现在当下 还有另外一层 Jason Brennan 他不会注意到 或者是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他没有刻意要去处理的 但是对台湾 再关键再重要不过 那就是到底民主这个制度 在国家的变化跟发展上面 是我们的资产 还是我们的负债 这个我们就必须直接的去说 台湾现在当下 在民主上面 我们有另外一个更庞大的一个威胁 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我们不得不思考 那就是跟对岸 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较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对照 我们是一个民主制度 而且我们是一个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也因而如同Jason Brennan 所点出来的 出现了各式各样民主的恶行恶状 以及民主的毛病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 对应对照的对岸 那是一个不民主的一个社会 在对岸民主永远都只是一个口号 目前为止 那仍然是一个威权的社会 而且在习近平主政底下 那样的一个威权 他的控制只会越来越严格 可是也因为他是一个不民主的一个社会 所以那个不民主的情况底下 他的计划 他的效率 以及他能够发挥的国家的整体的力量 感觉上好像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中国的崛起 一方面是威胁了我们 对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的看法跟信念 另外这还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潮流 中国的崛起 以及中国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实力 逼着许许多的人去问 那如果中国可以用不民主的方式 这样发展经济 他们可以用不民主的方式 这样变成世界的强国 他们可以用这种不民主的方式 给他们的国民 带来这么多的财富跟机会 那我们还能够主张 民主比不民主好吗 民主比权威 比专制好吗 这是一个庞大巨大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思考的问题 这不是现实 可以单纯指示在 例如说如何跟中国大陆处理两岸关系 或者是单纯指示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投票 因为这已经超越那样的一个层次 那个层次最后 他必须要考验的是 我们究竟对于政治制度 以及政治如果真的就如 孙中蔡先生所说的 是管理众人的事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管理众人的事 这个最根本最根本的价值信念 我们必须要重新回来 在《反民主》这个本书里面 Jason Brennan 他提出的是 他自己的一个态度跟立场 这个态度立场 其实又回到 长期以来 从英国的大宪章 然后到美国的联邦宪法 一路下来 这个民主漫长的历史上面 经常出现的重大的问题 跟可能的答案 当民主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 长期以来 这是自由主义 英美的政治哲学上面 提出来形成的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 珍贵的一个传统 这个珍贵的传统告诉我们 当我们觉得民主出问题的时候 记得我们一定要问 问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 民主之所以出问题 是因为民主被实现了 所以内在于民主的问题 还是它来自于 这个社会或这整个制度 实质上它不够民主的问题 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或另外一个角度来陈述的话 就是当我们看到了 民主的各种不同的毛病 两种可能的解决的方案 第一个是收回民主 或者是限制民主 让民主变少来解决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长期以来 自由主义一直不断的提出的 另外一个autentive 而且一次又一次 其实是试验 它是有效的 意味着民主出问题的时候 往往你只能够靠更多的民主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Jason Blanen 反民主这本书 他提出他非常聪明 而且非常精彩提出 我刚刚讲的 现代民主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限缩民主 所以我们就取消部分的民主 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要思考 是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 那你可以在Jason Blanen的书里面 找到最精彩的建议 包括他就是说 取消哪一些人 不让哪一些人投票 在取消这些人投票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给谁 把权力交到谁的手里面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设计 把这些知识经营给造出来 可是我希望 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一方面 你不得不承认 Jason Blanen 所提出来的民主的毛病 可是你一定要记得 还有另外一个autonative 另外一个autonative 就是民主之所以出问题 是因为不够民主 意味着什么 不管是今天在美国 或者是台湾所碰到的 所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怪象 是因为在政治制度上面 已经民主了 可是在社会文化上面 它不是民主的 像在台湾的经验 这么长期以来 就又回到民主的理想 民主的理想是 希望借由人民的公共的参与 让人民对于公共的资讯 有更大的关怀 因为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你能够吸收 你能够找到更多元 更开放的资讯 所以你能够做更正确的判断 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这件事情 当然也就中间就牵涉到 我们的大众媒体 大众媒体本来 他应该要负起 这样的职责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 至少另外一个 当民主机制 出了问题的一个可能的答案 那就是因为民主需要有很多的 社会跟文化上的配套 如果我们单纯只是看政治上面 尤其只是看投票行为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民主政治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民主政治是本来就是希望建立了 这个政治上面的模式之后 接下来把整个社会推动朝向 民主理论所依赖的那样的一种公民素质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曲折 一定会有挫折 可是我们不应该失去这样的一个理想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于民主的病态 我们所得到的病理学的这个报告 以及更重要的是 如何诊治这样的病 就会跟Jason Blannon很不一样 这样的一种希望用更多的民主 来解决民主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应该要看到的 或我们应该要努力的 第一个是 我们怎么样让 现在已经自由 而且公开的这个讯息的系统 让他能够刺激 或者是能够把更多元的 不同的声音跟意见 让所有的公民都能够有兴趣去接触 有兴趣去吸收 另外我们需要对于大众媒体的 一个彻底的反省跟彻底的改造 让大众媒体真正能够扮演 能够承担起教育公民 对于公共事务一些 最基本的认知跟理解的方法 你必须要在社会跟文化的面向 让这个民主所需要的各种不同条件 同时具备 这样才能够让民主 不是落入在 Jason Bolinus书里面所说的 这种哈比人 或者是political hooligan 政治流氓的手里 我们才能够朝向这个方向 让越来越多的公民 变成他书里面所说的 这种客观理性 关心公共事务的瓦肯人 民主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成就 民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动态的过程的话 我们是要想的 不是我们怎么样让 民主今天就变成了一个乌托邦 而是我们怎么样让 一次又一次不一样的努力 使得民主朝向 那样的一个理论上 更好 更能够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政治师徒 这一本书介绍给大家 但是希望大家是读着这本书 来好好的检讨选举跟民主 反民主 杰森·伯伦伦的著作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二 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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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